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帝使用这个从来没有做过艺术的人 我说我这么努力 我基本上我始终我就没有喜乐 我爸爸妈妈几乎就是在我的面前 他们除了吵就是吵 根本然后就是不说话了 就是已经到了离婚的地步了 他经常说表面上是我们在服务他 其实他是在服务我们 在过去我就一直在看手机 而且写文章批判手机 写的很多的文章 里头甚至就赤裸裸地会说到 我就是上帝圣经 句句无语 每一句都要用膝盖去做 而不是用理性去做 在各个大学很快就火了 然后我们乐队演出特别多 每次唱完 我下来他都会给我一杯酒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说我和一个妓女的区别在哪 然后一说 下一句话的时候 就说孩子 你还正常吗 我就崩溃了 宋庄是一群艺术家聚居的地方 但是李弟兄却是一个不一样的艺术家 我跟机器零件打交道有了二十多年了 对这机器零件 有一种特别的那种 说不出的一种感情 一般人认为这个机器零件就是使用 就是因为它磨损了 就不用了 虽然它的实用价值已经没有了 我就有一种愿望 就是把这种东西通过我 用别的零件 用别的东西组合 给它赋予它一种生命 或者让它变成植物 或者让它变成动物 让它能够摆在客厅里 让它变成动物 让它变成动物 这个取暖的炉子 炉子的一个底盘 我一看见这东西 我就舍不得扔 我感觉到特别好 中间是一个像十字架 实际上它是一个 汽车用的一个轴承 在天代罗斯姆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宋庄 政府给宋庄做了一个艺术节 就是整个宋庄的艺术家都参加 因为这里的艺术家 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那很奇妙 上帝使用这个 从来没有做过艺术的人 做的艺术就这样摆出去 现场没超过几个小时 现场就被收藏家 收藏了两件作品 李弟兄原本是一间 汽车维修厂的老板 但是他对生命的意义 有一份执着和追求 结了婚以后 二十四五岁 我自学 机械开修理厂 做老板了 要想拉个某个客户 我现在给他送礼 一个大客户 甚至我得陪他喝酒 我的事业特别火的时候 我的孩子 我的妻子 是不愿意跟我说话的 是不愿意跟我交往 我没办法 我在药厂上班 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们 他跟孩子俩在家 看电视 我呢 回来 我还得要给他们去做饭 我回来 我就自己做自己的饭 吃完我也不管他们 谁掌管的命运 我就要在左门里研究这个命运 这时候我就对异经了 就各方面出去 就是钻进去了 他呢 就是特别想说 我今天我要去 我要去东北 或者我要去南方 他要想去 他站起就走 根本就不管家里 同意不同意 我们经常用对这事打架 经常地吵 修理场 我不太重视了 我就要钻对人生的出路 这个命运 对着命运 我就要研究这个 我越研究 我跟我妻子的感情 是 我们根本没有语言沟通了 家庭夫妻感情 基本上当然无存了 我一年半的不加了一次吧 当时家里面 说实在的 可以说是无法形容吧 那个破裂的到一定程度了 我爸爸妈妈 几乎就是在我的面前吧 他们除了吵就是吵 根本然后就是不说话了那种 那时候 反正是 我们俩感情就是 就是已经到了 离婚的地步了 李弟兄越是埋头地看书 跟太太的鸿沟就越大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一本书 竟然可以令他跟家人和好 同时他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可是圣经这本书 说全身上消了过是最大的书 可我都没听说过 我是个努力的 我怎么这么大漏洞 我就想了 就不可能 我得瞧这本书 实际上 这是神的时候 人的尽头 是神的开头 我说 我说这书挺好的 这话都挺好的 聚会的时候 不就开始赞美 因为赞美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的喜乐 奇妙的人典 让我有乐 美好的欣赏你 我永远歌颂 我永远赞美 你那奇妙的双手 正好也有一次奋行会 他为了你去参加 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是讲那个 神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的 特别感动 那会儿我就是 真的是特别识化 后来又唱了一首歌 这首歌就是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就是背向格格踏山的时候 那次我真的是特别的释放 是你释放我的心 第一时间我就不愿意回来了 是你吗 是你吸我力再步向前 人随你明白多一点写心的爱 叫我温暖 往日梦飘得远远 从头在你怀抱 本性与月共灭 家庭关系的和好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李弟兄的儿子 就令他授手无策 去玩电脑 然后跟我爸爸说话 拿我爸爸妈妈的钱 不跟他们说 或者打人骂人 说出的话来 我都是那种社会上 那种小会儿说出的话来 我怎么办没有 我越管越急 那就不回家了 就流浪了 是吧 一旦闹着钱的话 就成小的电脑听了 我倒霸当中 我感觉到我虽然不能推平 可是我还是 还是听住我的话 就是这个 你管他 不是你要管他 你只有一件 他是你的孩子你爱的 原来他是跟人家在学校 学校门口有卖面包的早点的时候 他到那经常摄面包 说是摄面包 实际上不是摄 是跟人要 不给的话 这几个学生就可以把那面包套 给人揍了 说这是我们的地方 后来我们两个 我们父亲信主以后 也带着他聚会 聚会聚会聚会 这时候他再看到人家 那么做的时候 他就一惧怕了 他说 我怕神会 是拿取我们家这个幸福的 他已经吃到这点了 他不是一个人 我导致 带着我们家 可以吃到这个 匠头 以前这边有枣树桃树 桃枣树都长虫子也没人管 那草子长得都比一人多高 就长那个大野菜高着呢 有的时候从这里走 外边根本就看不见人 后来当我们新都以后 我们两个都改变了 我们有心情治理这个家了 吃完饭有的时候天没黑呢 我就可以在家种种菜呀 教会的弟兄姊妹 谁来了就这一点 圣经说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李弟兄一家开始懂得去爱 他们去孤儿院做义工 后来还收养了患脑瘫的天羽 每天早上睁个眼睛 看见我那种喜乐 我说我这么努力 我基本上始终我就没有喜乐 上帝造他 让我们知道我们健康来得上是不容易的 是应该感谢的 天羽来到我们家以后 我们两个也和母了 孩子呢也好 也跟我们也好了 他经常说表面上是我们在服务他 其实他是在服务我们 老库工作室是作家杨弟兄的个人网站 因为他早期所写的作品曾经得奖 所以他一直都有做作家的梦想 从小就喜欢读书写作 一直到了1981年 我14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地区语文邀请赛的一等奖 这就更大的刺激了我的这种兴趣 就是这个作家梦呢 就开始做得更大 可惜他所写的那么多首诗 跟爱情小说都不能令他出名 郁郁不得志的他 有一日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1999年的某一天呢 我就是决定 当时身上只有两块钱 决定今天夜里12点之前 一定要自杀 我总结我过去连续16年的这种 比较正式的协作生涯 总共挣过两千块钱的稿费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样过来的 疯狂绝望中也是一种 发出一种困兽般的一种嘶吼 神啊 有没有神啊 有没有上帝啊 上帝为什么不睁眼啊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这么聪明 这么善良 这么勤奋 能干的人 为什么我只剩两块钱 那么越想越觉得委屈 越想越觉得倒霉 越想越觉得绝望 没有任何的意义 死了算了 让死亡来解决这一切的苦难 失败和羞辱 但很奇怪的 我这喝酒喝得太猛了 一觉睡过12点了 而且醒来以后呢 那个死的冲动不是那么强烈 我觉得我那人是挺美好啊 跨过死亡的杨弟兄时来运转 他后来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 竟然备受推崇 而他对圣经大胆的分析 更惹来很多关注 在过去我就一直在看圣经 而且写文章批判圣经 里头甚至就赤裸裸地会说到 我就是上帝 这样的文章呢 在这个不信主的人群当中呢 是容易引起苦 就是很多的杂志爆刊 都发我的这类的文章 他公然地反对基督教 但是他的艺术家朋友魏弟兄 却在这个时候信了耶稣 还有很大的改变 这令他好惊讶 后来听着他信主了呢 就觉得他这个人变了 不如以前可爱了 以前大家都抽烟 他不抽烟 就觉得这个人这么不合群 以前喝酒一抓 不抓他都会找你来喝 这样的 但后来的话请都请不动 喝酒都请不动 他觉得这个人不可爱 那么在这个05年呢 这个网上的一个朋友 他也写作的 写魏林的那一篇评论呢 他觉得这个评论很好 想去看看这个作品 这个魏林呢 就给这个朋友呢 传福音 这朋友表示愿意接受 当场就做绝制 我呢 就心里觉得有点可笑 我觉得像我这么清醒 这么理性 这么聪明的人 不需要上帝 那离开的时候 他呢给我神舟的这个光盘 看了这个神舟这个电视片之后呢 99年听我呢 听了我的这种质问和导话的这个时呢 他就是耶稣 因为在过去的话 看什么都是一个挑剔批判的态度 那在信主之后呢 你相信圣经句句无误 每一句呢 都要用膝盖去读 而不是用品性去读 重新看圣经 你边看呢 就边发现自己以前真是遗忘的 能扭转明阳我身边暴击 传承着爱心 传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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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出版社找我要写一本书叫圣经与女性 我开始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一种强烈的感动啊 我觉得这个书是要献给我将来的妻子的一份见面礼 第二歌写完了晚上就把电脑关了 第二天呢还没有睡醒 电话响了 牧师来电话 我说你到孤儿院去做做义工 今天呢他们里边人数不够 我就过来了 6月14号我就到了这个孤儿院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带着两个小孩子 我看到他对小孩子特别的有耐心 特别有爱心 跟别的人绝对不一样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 特别懂孩子的人 我就联想到神对我们的爱 他特别爱孩子懂孩子 就到了那种倒成肉身的那一步啊 完全地借过小孩子的心灵数捷 我就想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 我当时就很快我就觉得是真的是爱人 他当我拿到他给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 我当时才对他有一个多一点的了解 我觉得这个弟兄是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今天思想还蛮深刻的 说信祝一年多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没有神的同在和带领 那没办法写出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玩音乐的白子 早期的他是玩民谣的 更成立第一支乐队 名为蓝领天使 后来他风格一转 搞起摇滚乐了 我们家是沈阳市的一个小镇 然后我们在那小镇里 我自己开了个小理发店 每天白天我赚钱 然后后来我认识一帮那个就是高音乐的 就是在我们小镇上弹得非常好 就跟那个国外的那个吉他手 都很类似了弹的 我们就是受它影响很大的 我就开始摇滚了 然后97年我再去北京 我背着一把吉他 我那把吉他60块钱 我说北京我来了 我拿了我很多歌 我去唱片公司去找 留得很不客气的 总之我没有成功 当我在北京的那个公主坟的街头上 我站着的时候 我在思想一件事情 我是回到我的家乡啊 放弃我的梦想 还是我留在北京 继续做我这个梦 我就决定 我说我死也死在这吧 留下来之后 我就住在丰台的一个地方 三无人员 操生游击队 还有小姐 盗贼 寄居的一个地方 我在一个酒吧 叫冬之梦 然后我们在那儿每天晚上唱 我也就是俨然一个那个摇滚青年 在酒吧唱歌的时候 有一次晚上 当别人反复让我唱一首歌的时候 每次唱完 我下来他都会给我一杯酒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说我和一个妓女的区别在哪儿 我说我真的感觉很羞耻 我说在台上我仿佛被人取乐的一个东西 他决定离开酒吧 之后去了地铁站的隧道卖唱 但是因为声音过分劳损 就被迫翻回老家 不久他又跟朋友再组乐队 名字还叫蓝领天使 在北京这个首府城市待过之后 我的意识和概念在那个地方上很先进的 我用一套的 就是能让自己行之有效的 出来的一个方式 就和媒体一接 出来了 在各个大学很快就火了 然后我们乐队演出特别多 每一场演出都特别多 在省内就算一支很出名的乐队了 什么赞助商也有了开始 就在他的音乐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候 他又再一次冒险涉足北京 希望大展拳脚 那就是西郊了圆明园那一带的 叫树村的一个地方 是摇滚村 全是摇滚乐手 我住在那里 做生命当中最后一支乐队 还叫蓝领天使 然后我找到我的鼓手 还要找了一个键盘 非常好的键盘手 我们在一起 我抱最后一搏的希望 这段日子 确实是我人生当中最混乱的一段日子 那个时候是我29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是在一个朋友那儿 看见他们吸那个东西 吸那个大马 所以我有一种好强的心 想抗拒那个东西 结果就尝试 吸完之后 不太抗拒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天天都吸 就吸了大概有一年左右 我的脸色是不对了 眼睛也不对了 后来就闹非典了 别人也不能留你 我就想到我还有一个房子 我送床上还买个房子 那是一直租给花家 我就回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认识了王弟兄 令他想起儿师曾经认识的上帝 我跟主之间还有一个辩论 我说主啊你是挺好 但是我 我为什么信你啊 你与我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耶稣让我看到 我的父亲母亲在十字架的左边右边那儿 让我看到那个画面 问我你有什么感觉 我说我没什么感觉 因为父母的命名有他们的命名 然后耶稣问我 就说孩子你还正常吗 我就崩溃了 一个正常人吧 当他们父亲母亲 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命名的时候 他会哭的 我突然发现我的理性 已经到了冷却的程度了 随着我哭的时候 我就开始认罪 打人的罪恶呀 就是然后偷东西呀 认到最后感觉 自己就没办法认了 我就想跟耶稣同死 我想耶稣的血泡过滤 然后我跟耶稣重新复活 他的血遮盖以后 一个新生的婴儿出来 得救的时候 我家里种了两个大麻 从云南带回来种 我立刻拔了我就扔了 从那以后我就整个人 天翻地覆地改变 我跟所有人说 我做了一场音乐会 叫向自己告别 就是说我从前 三十岁前那个白子死了 神要给我一个全新的我 我再造一个我 神要给我一个全新的我 我再造一个我 在德旧以后我做了很多的歌 我感觉到很让我吃惊 我做得不受我控制 是在我能力之外做 比如说我习惯了做节奏很快的音乐 或者是120速度之外 但是神让我做得很舒缓 很悠扬的 很优美的 很古典的 然后化作蝴蝶不再是我 这些歌完全是那种 是在我的风格以外的音乐 没有办法形容 那是神的怜悯我 应该不是我能写出来 我觉得还是神透过我写的 等候休息 放开我不要哭泣 让天空多一些彩点 让心中飞舞这旋律 我死了 不过是 脱掉一件外衣 我想唱 我想唱